今天呢 我們來示範一下如何從高處掉下去 不會死掉的輕鬆用方法 那麼 今天帶著就水 那等一下應該會示範其他的 那我們先示範 如果是掉下去旁邊有 呃 有東西 對 那比較好點 可以點旁邊 就掉下去的那瞬間 點旁邊或是點下面 那麼它就會 對 你們有看到的 對 其實 你就只要多練習就好了 對 那你們一開始學的話一定會 呃 這是用手機 這是用手機 所以可能失敗會 非常多次 但是你們不要緊欸 為什麼摔在那地方 好 沒事 就是多練習就會有了 就會知道怎麼做 那我剛剛演示的是旁邊 就是有柱子 那可以來點 那換 掉下去 掉下去 然後旁邊沒有任何 東西 其實這個 要試很久 這個靠技巧 這個 靠技巧 這個 靠技巧 這個 根本就是 這根本就是靠技巧 好嗎 那我們有看到那個網路上有 有很多很多的 外國 外國 國外 玩家 他們就是用電腦 他們用電腦 然後 我只是想告訴你們 手機跟電腦都是可以用的 只是 我覺得如果要練的話 手機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要用雙手機 好 那我們現在 先清一下這個水 好 那我們繼續 遊戲 從這邊跳去 因為我剛剛才是失敗狀態 再一次一次 又 成功了 好 對 是不是這樣 非常簡單 掉下去 然後快落地的時候 就一直煉電 然後煉電 然後就會有 就是有水 然後那就會降到緩衝的效果 對 做到緩衝的效果 那 我們現在用其他的 東西去試試 我先去挑一下模式 我剛才沒有拿那些東西 打不掉 實在模式一定可以啊 好 到台這邊 到台要捆 那 我們先這樣去 床的話 我們先試試看床好了 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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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敗 那麼 再試一次 吃到成功為止 因為我的 試著是 上前 然後就是 往前一個點 所以呢我應該是 直接下去 然後90度 往下 看 哇 哇 哇 有點 衝啊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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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剛剛 掉下去的時候好像有扣血欸 不要再試一次 不好意思我再試一次 我想知道它那樣子做是不是真的會扣血 因為在我想像中它是不會扣血 嗎 好吧 那如果是從高處掉下去的話 我這幾個 從 差不多這樣高 掉下去 你可能會扣 差不多快 半條血 嗯 我說用船 而且是 成功的話 但是如果你的那個 飢餓是飽 飽滿的話 那或許 你的血量會馬上 好 那我們現在換稻草 我怎麼覺得稻草 會跟床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就是扣半條血這樣 啊 一 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而已 所以所以以後就不用帶床 就是往下掉 還要扣半條血 我們直接帶這個 乾草捆就好了啊 那麼方便 超方便 只要成功 然後 還扣一滴血 馬上補回來 我說今天如果我是全爆的話 有沒有 我再試一下用水 我覺得我的技巧升級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一定也可以 一次就過 走門跳下去 第一 一、二、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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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技巧升級了 這次用泥,你這樣做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行 我要再試一次 我的技巧砸沒了 它還在往下線嗎 這個畫面還是往下線 有它還在動 沒了 真的無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個讚 讓我知道 如果是解報 下次再見 掰掰